TVBS晨間快訊要帶給您最及時訊息 在昨天晚上8點多 舞陽高架北向38.5公里 林口路段發生了火燒車事故 這是根據忠實的報導 這一起事件 幸好駕駛還有兩名乘客 都迅速逃生 沒有受到傷害 而同時呢 國道警察還有消防人員 都立刻抵達現場 封閉了輔助車道 以及外側路肩 同時得成功的撲滅火勢 那麼也幸好這一起事件 並沒有造成後方車輛 有出現堵塞的情況 而另外要來看到的 就是這個週末 要密切關心颱風的最新動向 3號颱風凱米 已經在昨天生成 將會朝著西北的方向來前進 而對於台灣的影響會是如何呢 根據氣象粉專 台灣颱風論壇來表示 目前最新的預測 歐美還有台灣的模式都顯示了 這個凱米颱風可能會稍微的 往東這個方向來修正 有沒有可能會對台灣的影響 造成更擴大呢 目前看起來整個登陸的機率 是會降到25%以下 但是還是不能夠掉以輕心 因為對於北台灣 可能會受到了暴風圈的影響 也會帶來相關的雨勢 但是在南海的熱低壓帶 有有望成為第四號颱風巴比倫 但是目前看起來兩個颱風 並不會造成互相的影響 所以所謂的藤原效運 看起來機率還是很低 而後續都還要持續的關注 凱米颱風的最新路徑 接著來看到的就是前天才發生 微軟系統大檔機 就是因為資安公司的軟體大更新 根據中央社的報導 微軟公司最新表示了 目前他們的調查 這一起的事件總共是造成了 所有的大約是850萬台的 Windows裝置受到了影響 大約是占所有的電腦1% 那麼其實這一起事件的當機 也造成了非常大的影響 包含航空公司還有電視台 以及不少的民眾 在多方面都是陷入的停擺 當天的不少行業都是受到了牽連 另外要來看到的 就是在台股表現的部分了 根據中時新聞的報導 川普點名台灣引發了市場恐慌 而當時台股的週五大跌了529點 累計本週是重挫1047點 專家就預測了在下週一或下週二 可能會出現反彈 但是同時也警告反彈之後 還是有可能會持續的下探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外資賣超644億元 創下了歷史第五大的紀錄 中期內融資余額攀升 也顯示回檔危機 信號是非常的強烈 最後要帶您來看到的 則是即將要登場的奧運 根據中央社的報導 23名大陸的游泳選手 在東京奧運前是微禁藥檢測出陽性 而這一次在四年之後 又即將要舉辦了巴黎奧運 那麼英國蛙王就表示了 他希望公平競賽的環境 能夠被提出來 不過其實這起事件 在世界反禁藥組織是確認說 這些選手未受懲處的決定 其實是並沒有錯誤的 但是英國蛙王比提還是強調了 他認為說呢 這一期的這個整個結果是表示質疑 認為此舉可能會削弱比賽的可信度 但是比提最後還是強調專心備戰 並不會因為這件事受到分心 以上就是這節的陳姦快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並且請記住 並且請記住 並且請記住